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薛宝老师 那我们一起来看 七年级上学期 Lesson 3的文法 这一课的标题是 Where are you from? 你来自哪里? 那哪里的疑问词我们会用 Where From是来自 它是一个介细词 所以你来自哪里? Where are you from? 那我们来看文法重点 No.1 那我们这课主要学两个文法句型 一个是几岁 How old? How就是多少? How有点形容词多么怎样 譬如说How beautiful 多么漂亮 How great 多棒 OK How wonderful 多好 所以How old 有点类似多老的意思 所以问这个人有多老 就是问这个人有几岁 好 那第二个我们会用到的疑问词是 Where 从哪里来 哪里叫where 好 我们来看例句 那对双胞胎姐妹几岁 首先我会先用How old来问 那问句一定是把B动词先摆出来 所以How old are the twin sisters 那这边要注意 因为双胞胎姐妹是负数 所以我B动词用are 回答 他们12岁 They are 12 years old They are 12 years old 第二种例句 Where 来自哪里 你的叔叔哪里来 先写一问子where 问句一定先摆B动词 所以叔叔三单是is Where is your uncle from from是来自的一个这个介绍词 Where is your uncle from 他来自澳洲 He is from Australia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Protest的练习 我们把所有我们学过的疑问词整理一下 谁是who 什么叫做what 如何好 几岁 how old 哪里叫where 那我们来把这几个疑问词填进来 Number one 什么is the rabbit 因为他回答是one year old 一岁 所以我知道他是问几岁 要用how old How old is the rabbit Number two 什么are those 那因为这个他回答 They are balloons Balloons是气球 它是个东西 所以我要了解那些东西是什么 哦 它是气球 什么what are those Number three I am fine 是我很好 他回答I am fine Thank you 所以我问你好吗 你过得如何 How are you I am fine Number four 因为他的回答I am five 这边我是多少数字 你几岁 你几岁 他直接用数字来回答 这一定是问年龄 所以是how old are you Number five 什么is he from 因为他这个疑问词 问句里面出现了from 来自 所以我一定是问他来自哪里 Where is he from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Number six I am a teacher 我是一个老师 那你呢 当我要反问别人的时候 我们会用这种句型 How about you 或者是what about you I am a teacher How about you 好 它回答me too 我也是老师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练习的提醒 Number one 这是重组 重组的时候很简单 第一个一定先抓大写 这里面唯一的大写是is 放了逼动词is 我知道它一定是问句 只有问句才会逼动词放句首 所以逼动词完了 接下来放主词 这里面看来看去 最适合当主词的就是it is it 好 接下来形容词有名的 著名的叫famous 以什么文明我们用famous for 好 所以is it famous for 它的枫叶 its maple leaves is it famous for its maple leaves 它是不是以它的枫叶文明呢 Number two 也是一样 从组句子先把大写抓出来 mikes是大写 Australia虽然也是大写 但它有搭配句点 所以放后面 好 所以mikes 这边是mike的 一定是搭配mike的什么东西 那刚好favorite 某某人最喜爱的 我们可以跟所有哥一起 好 所以变成mikes favorite 他最喜爱的什么呢 要把那个名词抓出来 teacher 所以mikes favorite teacher 主词都搞定了 接下来放逼动词is from Australia 是来自澳洲 Number three Mr. Hopkins is a teacher 他是一个老师 he is from the USA 我要把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 注意 我们中文会说 Mr. Hopkins是来自美国的老师 中文我们会先想来自哪里 在英文呢 我们刚好会把地点来自哪里 放在名词的后面 随便 Mr. Hopkins is a teacher from the USA 好 再来number four Ted is a boy Ted是个男孩 he is fifteen years old 他十五岁 现在我要把十五岁 变成一个形容词 叫做Ted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 当我要把这一连串的名词 fifteen years old 这些抓单字 全部合并变成形容词 第一个我要用一杠把它连起来 第二个因为形容词本身没有单复数 所以我的year的s要去掉 所以Ted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 合并起来会变成 Ted is a fifteen year 那个一杠的英文叫dash fifteen dash year dash old boy Ted is a fifteen year old boy 就是Ted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 最后一位 就是Ted is a十五岁的男孩 对